大家好,今天想聊一下朝鲜战争,聊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,就是那个电影《长津湖》,最近中英国推出来的一个爱国主义电影《长津湖》,我没去看,我们只好也没放,所以我也没兴趣去看那电影,但是呢,这个网上的各个路坛啊,群啊里面都有很多的讨论,大家讨论的非常多,其实朝鲜战争这个话题呢,还没有结束,朝鲜战争虽然发生在七十年前,但在今天,我认为, 它还没有结束,它对中国的影响一句,对每一个和咱们和中国相关的人,甚至是对世界和平的影响,都还没有结束,还有重大的影响,它的那种效果,它的那个后果,我们到现在还得承担,那朝鲜战争是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呢,为什么它是这么一个非常独特的,非常惨烈的,而且 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,是后果极为严重的一个战争呢,首先,朝鲜战争是一个烈度非常高的战争,是非常惨烈的一战争,我们就从一个数据上,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有多惨烈, 就是按照中共自己发布的数据,在朝鲜战争上,中国直接阵亡的人数就是二十万,十九万多,将近二十万,美方的估计中国军队阵亡的人数在四十万以上, 当然,具体多少人,这是个秘密,他们也许永远不会说,那你比如说毛泽东的亲生子啊,那个自己,自己的马亚英的战士,他不是战士啊,他被炸弹炸死的,朝鲜战争,说明这个,这个有多惨烈 对比之下,八年的中共军队的抗战,中共军队抗日,抗日,抗战八年,总共死了十六万人,十六万人,也就是还不到在朝鲜战争上死亡的二分之一,咱们就是取个,因为美方的估计是四十万以上啊,中方的估计嘛,可能是低估了,就肯定还不到在中共在朝鲜战争上死亡的二分之一,但是,你像朝鲜在三年战争,而抗战是八年, 抗战和朝鲜战争也就仅仅相差十年的时间嘛 啊,然后,如果你去讨论,你去看一下朝鲜战争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战争 从中方来说,我们原来受过的传统的教育,我们都直接的反应就是,他是叫做保家卫国嘛,啊,就是存亡此寒,啊,你就现在去问一下,像我们父辈甚至更老,或者他们的人,他们对朝鲜战争的认知 就是,就为什么中国要使这么多人去参加,去打这个朝鲜战争,啊,他们的认知都说,哎,如果朝鲜,啊,美国会不会入侵到中国来啊,就是,他们就会这样的回答,就是说,我们要保持一个缓冲,啊,战略缓冲也好,一个屏障也好,啊,其实这个是站不住脚啊,啊,首先呢,朝鲜本身分为南北,南北两个朝鲜呢,是在二战之后啊, 接受日本投降的时候,苏联和美国达成了协议,啊,这三八线画好的,两边就是各分制,分而制之嘛,但是呢,你是金日成自己,啊,率领北边直接去打,南,南朝鲜,而且,就是金日成是主动出击啊,就是金日成当了侵略者,你怎么能说说保家卫国呢,啊,你首先你自己是侵略者,这是第一, 第二,这个,首先这个美,美国或者是代表联合国一起来,啊,把金日成打回去,这个过程,他本身是局限于朝鲜半岛的一个战争,他有没有说要打到中国来,啊,这个是美,美国当时也就是派了一个,呃,几个海军冲战队的师,这个海冲战队的几个师,他能够打到中国去吗,啊,这个首先,他会不会以为,他有没有准备要打到中国去, 他有什么理由跟中国开战,啊,所以呢,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,实质上朝鲜战争并不是一个,啊,中国的一个保家卫国的战争,更,从某种程度来说,如果我们站在现在来看,那场战争更清楚的是一场大国之间的一个代理人战争,啊,因为当时二战刚刚结束,美苏两个大国开始了冷战,冷战他们正在争,在世界各地来争取自己的地盘,朝鲜就是一个重要的争夺,争夺的地方,因为朝鲜的对面, 就是日本,日本和美国已经形成了那种关系,而且还有韩国,南韩,韩国,美国,日本,它是一个阵营的,啊,这边呢,中国刚刚成为一个,啊,中国刚刚成为一个,啊,红色阵营,社会主义阵营,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最新的议员, 中国加上北朝鲜,再加上苏联,啊,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阵营,呢,他们这个阵营呢,也急需,特别是以苏联为主,那个时候苏联是投了,苏联和美国这两个主要的国家在争霸的时候,苏联特别想,啊,扩展自己的势力, 那也就是为什么金日成会越过张巴县去打,啊,去打南韩,他可能是认为自己,特别是,啊,在中国,不是也把蒋介石刚刚打跑了吗,啊,中国也形成了这样红色的中国吗,就这个阵营好像是在急速的膨胀当中,也许金日成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一种强心症, 或者他背后是不是已经受了,比如斯拉林,甚至毛泽东的这个鼓励,啊,这个时候他,特别是对斯拉林来说,他更有一种雄心壮志,啊,他愿意让这个代理人,比如说金日成在朝鲜上试一下,啊,我们看,我们把这个影响力推进到,把,把南韩,把整个美国的势力给他推到海里面去,给他推过去,看行不行,他完全就可能鼓动金日成在这么做一个冒,军事冒险,那金日成也这样去做,那这本身是一个在朝鲜 发生的两大国,苏联,美国之间的一个争斗,那关中国什么事呢,但这个关中国的事就在于,毛泽东他认为这个时候是他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一次,一次表现的机会,啊,他,中国是一个大国,中国一下子变,变成了这个红色中国,啊,他,在苏联这个阵营里面,他,他的地位怎么,怎么去奠进,啊,他怎么,他怎么让,让,让苏联,啊,认识到他,或者说他某种程度上, 他完全有可能是认为苏联在考验他,苏联就说,我们就现在在你边上就有一场战争了,你赶快去打,就像一群黑棒一样的,这个刚刚加入的这个楼螺,刚刚加入这个打手,要给黑老大表现表现,那就叫做,咱们中国不是叫做投名状吗,啊,就是说这个时候老毛一看,啊,战争就在自己的门前,虽然和中国毫无关系,当然不能说是毫无关系,但是呢,没有说这个战争会打到中国来,而且你中国有这个选择,你是去参入,参加这个战争, 还是说,还是说你先进行建设,你不是刚刚才建国吗,你才刚刚打完内战吗,而且你参加这战争,你参加到什么程度,你是仅仅是去资源小规模的参加,还是说你不要命的自己参加,啊,毛泽东选择了,就豁出去了,不要命的, 因为你们,因为打仗,你就看到在,朝鲜战长上三年时间,啊,中国死亡的军人数是,八年抗上两倍多了,他完全是一种拼命的,他已经去打了, 为什么当时美国,美国当时呢,派了几个师,一下子把这个金日成的军队一下子赶到了中朝边境,啊,打到那个时候呢,美国当时判断是中国是不会,最多就是拿一点小, 小规模的参与,他不会认为中国会大规模的卷入,因为这个其实不关中国的什么事,也不关苏联什么事, 关苏联什么事,啊,影响到苏联的正义,但不关,不太多关系到中国的事, 苏联都没有说大规模的派军队的介入,啊,那他认为中国也就是派一个,啊,小规模的军队介入,啊,他根本没想到中国会,可以说清国所有,啊,就,就,就介入了, 这个是一个非常,啊,非常义无常的那个判断,啊,因为当时联合国军打的不是中国,嘛, 但中国,当然中国也不好说是自己派军队介入,啊,虽然中国派的是自己的最精锐的,呃,正规军,啊, 但是呢,都换了装了,叫自愿军,啊,就不是说中国是,人真正式的派出军队出去,啊, 从名义上才会好听,也就是说他还是没有说正式向美国,或者向联合国那样, 因为当时其实二战刚刚结束不久,大家并没有说要卷入一场全面的战争, 美苏进行了冷战之后,这是一场局部的战争,是朝鲜的内部战争, 但实际上是美苏在角力,美苏在角力呢,中国就卷入进去了, 中国当了一个代理人,来打了一场代理人战争, 但典型的代理人战争实际上是,比如朝鲜的内部打,这叫代理人战争, 但中国人也跑去打了, 这个中国死亡的这四十万人,仅仅是阵亡的, 甚至还有更多了,那些伤残就不说了,那些失踪的, 仅仅是阵亡的这么多人,他们的目的是保卫了中国一寸领土, 他们没有, 中国付出了,中共付出了比他在抗战中还大得多的代价, 他也没有保卫中国一寸领土, 因为那个打的是朝鲜内部的一场战争, 当然了,这个时候他的韩国有可能在, 是金人城市里发动的, 所以呢,他, 中国因为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豁出去了, 就不要命了,就是说, 不在乎伤亡的这种态势, 比如说长津湖, 这个拍的电影,长津湖这个地方, 就实际上是一个战争的转折点, 美国人基本上打到了中朝边界了, 这个时候中国突然已经在那埋伏了好多军队, 美国根本就没想到中国在那埋伏了十几万军队, 而且付出了巨大代价, 很多人被冻死了在那地方, 然后呢,这些军队冒出来, 美国人就傻了眼了, 因为这个时候美国人在苏联上已经完全的, 联合国军已经属于苏联上已经非常吃亏了, 他为了避免伤亡, 他肯定要凑凑点, 而且呢,说实话, 当时联合国军从战略上根本没想到要和中国正面开战, 他会估计到中国可能有小规模的介入, 但他没有想到中国会拼死一搏, 就是说, 咱们做个比喻, 就是在街上你两个人打架, 你这想的就是我们两个互动一下拳头就完了, 或者我把你教训运动, 或者我按你几拳, 我们仅限于用拳头对决, 这时候突然发现对方把刀提出来了, 而且对方是不要命了, 就是说今天他都不怕死了, 就是说你要把他砍了也可以, 但这时候你没有做好心理准备, 你要和他拼命了, 美国当时在朝鲜战争上没有做好心理准备, 或者说没有做好战略准备, 是要跟中国进行全面战争, 所以中国突然十几万军队冒出来, 而且表现出来中国已经派了好几个军团, 军团全面介入几十万军队, 从各个地方已经在朝鲜驻扎, 就是潜入了这种情况, 那美国这个时候, 那肯定这个时候他只能战略撤退了, 他只能重新制定战略, 是不是跟中国搞全面打, 打到什么程度, 因为这毕竟不是二战, 这个如果要打起来就变成真正的三战, 而且这个战争是非常莫名其妙的, 因为二战本身是纳粹, 纳粹侵入到那些法国, 波兰啊苏联啊, 或者那边的西欧啊, 这些地方他们需要去解放, 这是带一种正义性, 但是呢这个首先是个局部战争, 事先北韩把南韩给占领了, 现在联合国军派过来把北韩人驱赶开了, 他们战案在三八线上庭上不就完了吗, 或者他们内部进行谈判, 朝鲜人内部进行谈判就完了吗, 但是他没有发现中国人不要命的入侵进来了, 中国人就介入进来了, 那就发生了就不光是说和金日成之间的战争, 是和中国之间战争, 这要打到什么程度, 是不是要彻底的爆发, 就是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全面对抗, 我想当时全世界没有做好那个准备, 其实也没有人真的愿意跟中国打, 中国虽然当时变成红色中国, 但是其实形象并不特别差, 整个毛泽东的这个形象并不特别, 毕竟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人民群众支持的一个状态, 而且当时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国民党的形象也不是很好, 美国其实不是很喜欢国民党, 所以他对在国共两战内战的时候, 他对国民党支持是非常弱, 其实美国也乐于看到国民党垮台, 因为他觉得国民党是很腐败的, 所以当时美国也没有愿意真的跟毛泽东进行全面战争, 他没有必要跟一个人打, 他和他不是敌人, 美国人并没有把中国当地, 那长津湖这个中国人以至于不要命的拼死一搏, 就是属于自杀性的这种攻击, 那美国就不跟你拼命了, 他就只能往后退了, 那最后一个几次拉锯之后, 那中美还是, 咱不能说中美吧, 南北就比苏联这边的势力和联合共那边的势力, 最后还是在这个三八线上达成了停火协议的, 也就保持了就白打这个仗啊, 白死这么多人, 你别说这个百姓, 这是平民伤亡非常大的, 平民伤亡好像比二代还要高, 这是非常惨烈的一场战争, 而实质上他是一个代理人的战争, 他是美术争霸的时候, 中国去可耻的, 咱们说可耻是从中国牺牲了这么多人的角度来说, 去自己死了这么多人, 去保卫了一个什么呢, 我们如果从结果上看, 美国阵营里面除了个韩国, 中国阵营, 中国或者苏联嘛, 更多的那个时候老大是苏联嘛, 中国经过了这次战争之后, 在苏联面前树立了一个, 要赶拼命的这个二任子的这个角色, 这苏联对中国也有很多的元素, 这是他得到的一个好处, 但是他付出的死亡的这些人, 可以说是汉文的一个金家, 金家政权可以说是, 咱们现在看, 这个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, 这是世界上最落后, 最没有人性的, 最残酷的, 最无耻的可以说是, 这个从哪个角度来说, 你联合国拍的那一罐北韩的那些纪录片, 你去看看他对自己的老百姓, 太残忍了这个国家, 那国家可以说是最奇葩的一个国家, 之一啊, 那可能因为非洲一些君主制的国家, 比他还奇葩一点, 没有可能, 这样一个国家, 而且也是世界上最落后, 所以现在呢, 这个, 我之所以说这个战争对中国的影响, 在现在还在持续, 是因为像北韩这样的国家, 像金家的这样的朝代, 封建王朝, 它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能力, 我原来有视频说了很多遍, 它是不可能有自己的, 通过自己的能力, 支撑起他这种庞大的, 穷兵独武的这么一个状态, 他的生产GDP, 国民GDP非常之小, 非常之落后, 但是呢, 他居然还有极为庞大的开支, 他能维持上百万的军队, 他能够去搞什么洲级导弹, 搞巡航导弹, 搞核弹, 这当然就是中国暗中支持的, 中国不知道一年要支援他多少钱, 这中国支援他多少钱, 准确是个机密, 国家机密, 从来没有透露的, 而你看看那个金家的那种穷奢极欲的状态, 金正恩访问中国的时候, 习近平招待他一瓶茅台就只有两百多万, 就为什么习近平这么走的时候, 拉了满满一列车的各种东西物资走, 每天都有大量的货车往朝鲜送物资, 中国不光是死了那么多人当时, 那些人白白的死了, 因为为了这个金家, 金家对中国人有什么好处, 中国每年还在给他上贡, 这就是一个封建小王朝, 这就是世界上最落后的, 最反动的, 最没有人性的一个朝代, 但是中国却花了几十万年轻人的生命, 去捍卫他, 去扶持他, 甚至比中共军队自己在抗战中死的人, 还多得多的这种代价, 我二十何年前的时候, 我刚来到澳洲, 碰到一个老人, 然后当时, 他说他参加过韩长, 然后我跟他聊了一下, 他说你有什么感受, 因为我当时刚刚来澳洲, 我当时在中国受到教育, 我当时的概念里面, 朝鲜战争, 中国取得了胜利, 就把逼着美国人在百分点签到停争协议, 但是中国当时那么刚刚解放, 咱们是这样, 靠着小米加步枪了这种, 打胜了, 这是我当时是这种感觉, 而且我觉得很辉煌, 跟中国一定取得, 我们当时的看到那些资料, 学过那些文章, 那些小说, 看到电影, 全都是中国人东北英勇, 虽然是很惨烈, 但我没有想到这么惨烈, 我对朝鲜战争的惨烈的认知, 第一次就是和那个老人聊天, 他给我的一个描述是,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朝鲜北部, 可能就是在冬天参与这个战争, 他说他们当时看到了中国的军队, 死亡了太多的人, 而且他说了一个细节, 和书上描述的一样, 就是说那些人被冻住了, 还有那些人被冻得, 奔跑起来都没有办法, 奔跑的时候, 拉着枪, 那个枪都没有办法打出子弹了, 跑得非常缓慢, 但两军队里还在冲锋那些人, 这冲什么封队就是上来送死了, 而这边都架着机关枪了, 这边就是像扫, 他说就是像扫木桩子一样, 因为那些人动得缓慢, 或者很笨重, 那衣服全部被冻住了, 但他们还在奉命冲锋, 但是只要这边冲锋了, 这边联合军, 国军看到了这些人在冲锋, 那肯定要打, 那这中国人一片面被扫到, 所以后来美国人实际上, 你要去看一下美军的一些回忆录里面也说到, 他们说实话, 他们不想打了这个战争, 死得太多了, 不是说美国人死得太多, 美国人死得也很多, 因为这个战争很惨的, 因为中国人不要命嘛, 他说觉得中国人死得太多了, 他没有必要, 中国人又不是纳粹, 他们认为中国人又不是纳粹, 他们对中国, 说实话美国人当时对中国有一定的好感,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因, 他不愿意看到自己拿机关枪扫这些不是纳粹的, 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很邪恶的人, 但他们又不得不跟他们在战场上相见, 而对方就是说你是我活的, 冲上来, 所以打什么打呢, 最后美国人觉得没有必要打这个战争, 太血腥了, 咱们都是人类好不好, 有必要这样打吗, 当然首先这个金日成有必要去破坏三八线的平衡吗, 所以, 所以你说这算是美国的一次失败吗, 你说长津湖美国的确是退了, 他的海军路战争历史上也没有, 所以下次撤了几百公里, 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, 你说他撤退了吗, 他是有种失败, 另外的角度来说, 他是避免这个战争, 他不想这个战争这么打下去, 美国说OK, 我在这死伤也挺惨重, 我要不干脆在国内多调解兵来, 像解决纳粹一样的来解决这个朝鲜战争, 或者对中共进行一次战争, 可以吗, 他没有必要这样打, 他们不能够无限制的把自己的这些士兵送死, 送上去, 你到战场上去要有一个原因, 就二战的时候他有一个原因, 他联合国军队参与的这个朝鲜战争呢, 也是有一个原因, 是因为金日成发动了这个侵略, 当这个原因没有的时候, 比如说双方已经平了, 在这个三八线上了, 平了他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了, 所以这一次呢, 付出了, 但我们说一下他的后果, 首先呢, 这毛泽东第一次也领教了这个美军的厉害, 他可以说用了传统的那种, 用叫做人数的优势, 他就是用优势兵力突然间包围一个, 包围你一个美军, 一小部分美军, 比如说你几个团, 他用几个师去包围你几个团, 就像打个国民党那样子, 然后去, 然后去像埋伏一样的, 就去全歼, 就像, 但是美军是这么容易打的嘛, 这个造成了他根本就歼灭不了, 所以直接结果就是毛泽东吃到了硬骨的牙齿, 磕掉了几个, 毛泽东自己的儿子也死在那的地方了, 毛泽东后来就去, 绝对因为这个原因就打消了去台湾, 打消了自己强行渡海去打台湾了, 因为他根本, 他知道自己渡的一半就全不见, 就不, 一直到现在, 所以台湾能够存在下来, 和这个朝鲜当中有关系, 也算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嘛, 都保留了这么一块, 没有被这个马列主义啊, 或者说咱们就换了旗号的一种封建王朝, 统治的这么一个过程, 还多少保留了一些文化在台湾, 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点,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, 直接还有另外一个很积极的一点, 就是毛泽东的儿子被打死, 如果毛泽东的儿子没有死, 那中国现在就是跟朝鲜一模一样, 所以中国每年都有一个弹场犯节, 大家在网, 但很多人里面可能没有听说过, 就在庆祝美军的这个轰炸, 这个轰炸机驾驶员, 怎么样把这个燃烧弹投到这个毛泽东的儿子, 他们那个指挥所, 所以当时他在投弹的时候, 咱们不说这个事情, 它是不是真实的, 这个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, 但事实就是毛泽东的儿子在那死了, 毛泽东没有办法把这个自己的王位, 皇位,皇帝人都给传授给自己的儿子, 中国避免毛泽东不得不胎死之后, 权力就被其他的人拿下来了, 中国文革可以结束, 中国可以走上改革开放, 和这个有直接关系, 这是个非常纪念的, 中国人说实话, 我们都应该感谢对应。 还有呢, 当然以后毛泽东和, 因为这件事情, 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这种矛盾, 以及后来毛泽东发动过那些, 那些文革啊, 那些各种运动的稿, 也和这个有点关系, 毛泽东就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, 他在这件事情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。 另外的非常负面的一点, 就是中国被, 你说毛泽东他跟这个西方之间, 他就天然的认为是敌人, 他天然自然而然就站到了苏联这一边, 那因为这样呢, 中国更加的封闭, 那就别人就不跟你, 整个西方国家就是把你封, 排斥在外, 那一直到因为美苏之间为了竞争, 斗争的原因, 那美国和中国, 尼克松访华这个解冻之后, 才逐渐把中国接纳回去, 中国因此封锁了非常长的时间, 当然造成了极大的贫穷落后, 那你看现在北韩, 你看现在朝鲜封锁到现在, 那北韩人, 他朝鲜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, 他和南韩人对比起来,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后果, 但还有一点就是, 他到现在还没解决了留下这么一个巨大的悬念, 就是说他现在能不能被中共作为一个棋子, 抓在手里面, 中共没有办法自己说, 我对美国搞几个核, 核武器设施, 我发几个导弹, 吓一吓, 他不想自己干, 自己干过分, 他有点觉得太弹出了, 他就让朝鲜去干, 实际上用的是他的东西, 就变成这个朝鲜的这个棋子, 这个棋子呢, 也就是说朝鲜这个地方, 仍然是一个战争的热点, 将来要发生中美之间如果真的充足, 朝鲜还会打起来, 那又是另外一场大约人战争, 那就是中美之间的大约人战争, 那说不定还有很多中国人会因为朝鲜而死亡, 在那里, 其实大家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利益吗, 是为了谁的利益吗, 谁谁, 你中国人从中得利了多少, 所以你值不值得花这么多命田, 这么多命田, 当朝鲜战争到今来, 到现在为止, 那中国人很多, 毕竟大家可以看到信息多了, 那些洗脑的东西少了, 你就算是再拍《长鲜战争》, 大家在看完你电影的时候都会想一想, 为什么, 你愿意愿意把你的独生子, 你自己的子女再一次派到朝鲜或者台湾, 去送命, 当炮婚礼, 而你捍卫的是什么, 你朝鲜, 你愿意愿意把自己的独生子再去捍卫金正恩, 金正恩是不是愿意你为之付出, 不光是金正恩还是生命的一个人, 金正恩到底是什么人, 他是不是你的爹妈, 是你的再生父母, 还是你的神明吗, 你为什么要去捍卫他, 就是甚至付出自己的小孩的生命, 这个是长鲜战争给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一个反思, 好, 这个我就顺便, 这个《长鲜战争》这个电影, 它纯粹就是宣传片了, 它放心, 它不可能告诉你真正的事实了, 真正看事实, 你就会知道是一个非常惨烈的, 中国人并不是说因为正义, 因为别的原因战胜了民国, 而是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, 真正怎么去理解它这场错误的战争, 为什么要打, 没有必要打, 没有必要为了一些封建王朝的君王, 去把自己的命打进去, 而朝鲜战争就是这样一场战争, 这样的战争, 说实话是一个人类的耻辱, 当然最可怜的是那些牺牲蛋, 死在朝鲜战争的那些士兵, 好, 今天先讲这, 我们就再见, 我们下期再见,